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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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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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对 因为从小就很喜欢这首歌 啊 既然来到夸杰歌王了 那一定要唱一个 对自己有挑战的 对 娜娜特别 特别喜欢你的秀 她说这个秀特别棒 就是在美术馆买的一幅画是假的 所以哭不出来 哦 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不要乱说了 我们两个应该是老乡对吧 是 我说哎 他怎么不爱说话 然后我就没好意思问 结果因为是嗓子呀了 因为他装酷呢 是吧 对 我以为他跟我似的呢 最近邓轮的人气真的很旺啊 因为他参演的这个 《欢乐颂2》正在热播当中 而他里面演的就是一个非常 骄不驯的摇滚歌手 不需要肆无忌惮 不用盲目崇拜 而且他演完《欢乐颂》之后呢 跟《欢乐颂》里面的很多演员吧 都成了好朋友 所以他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哇 很多好友也是有祝福要说 一起來看一下 哈喽 正伦 听说你参加了跨界歌王 那么我要在这里代表我们《欢乐颂》剧组 给你一个最大的支持 一直都认为你是一个长相 英俊戏超好歌唱的超好的男孩 希望你这次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上台不要发抖 只要方青森我觉得一切都会很好 哈喽 伦哥 我是姿姐 听说你要去参加跨界歌王了 六六六六六六了 老哥 老吻了 你这个去跨界歌王 你不得震惊四座呀 你就随便唱唱 没有了 你要认真去唱 在我们演员当中 你已经算唱歌很棒的了 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 歌手在舞台上是什么样的 加油 看好你 去年《欢乐五美》里面 有两美来了我们的节目 一个是刘涛 一个是子文 刘涛还拿了我们的冠军 你这次来他们没有给你传授一些心得 或者是给你面授一些记忆吗 前一阵见过涛姐唱歌 在台下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涛姐的自信是满满的 下来我就问涛姐 我说涛姐 我说你 我说你是不是去跨界歌王 去的把你这个自信心 她说对 在这儿的可能一个历练 让她 让她不管今儿在那个舞台上的 唱歌都非常有自信 我看《欢乐宋》里面 有你演唱的插曲 是的 我唱一小段吧 唱一小段 爱我所爱 太多噪音的存在 太少时间去爱 太习惯过分期待下一次重来 为什么每次都想逃开 一眨眼转身去投奔未来 就唱唱了 谢谢 有请安月熙带来大秀表演 有请安月熙带来大秀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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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好 好 天涯的尽头是风声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风刀一抹在战军场人家 冬笔下心意也合不长 快马在江湖里厮杀 无非是命恩里放不下 心中有江山的人气冷快意潇洒 我只求与你共花坊 剑出桥 原谅谁笑 我只求紧张 拥入怀抱 红尘客战风四道 昼雨落宿明桥 任务灵谁灵风骚 我却只为你这样 过往村野桥 山市卖孤岛 远离人间尘效 流寻飘之子之手逍遥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周杰优独播剧场 周杰优独播剧场 小女子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就像她这身装扮一样 火热得很 如果说前半部分是一个女侠的话 那么歌曲的后半部分 传递的是一种武侠精神 很好 尤其最后这造型标准的明星范 那个亮相 帅 我为了不露我里面的衣服 从晋级接接的时候 我就把我那个红袍 一直围在身上 我的紧紧的 对 我就说我像一个灯笼一样 所以刚才拖的时候一回眸 很调皮的一笑 终于拖了 终于拖了 对对对 好像解放的感觉 可以看到她在这个舞台上 不没守成规 每次都有突破 然后不管谁的歌拿来 都是我按月息自己的风格 人家是专业舞者 没有了 你真的不喘呢 好奇怪 你有肺吗 你有肺吗 我摸摸在心里 就是又跳又唱 这个很难的 你也试过吗 我以为只有我能做到 然后没想到 理错了 你也能做到 你也能做到 我觉得一般了 一般了 一般了 就跟月息说自己一样 她觉得她可能 比在学校的时候 已经退工了 因为她是音乐剧演员 她要做得更好 她气息要更稳 当然我是做不到的 没有 我刚才她坐底下 我看我们俩年纪相仿 就聊聊天 她说哎呀 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 结果她这么行 我这一场的风格 其实跟你上一场又有不同 这一次是走了一个中国风 对 哪个是你更擅长的一种取风 就是如果是我自己挑的话 我还是喜欢挑慢歌情歌那种 但是呢 就因为来跨界嘛 就是跨一个大的 所以就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就不断尝试一下 对 就月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因为她演了很多 就是古代的角色 所以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灵动的 因为她演了很多的小动物 对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圆景重现 十一师兄 我漂亮吗 我鸡皮疙瘩都鸡就来了 既然我们提到花千古了 你不如先用花千古的主题去给自己拉拉票怎么样 好 那唱年轮好了 谢谢 你好 谢谢 眼前勾勒成指纹 印在我的嘴唇 回忆苦涩的吻痕 是树根 春起秋来的茂山 却遮住了黄昏 寒夜剩我一个人的清晨 世间最独的仇恨 是永远却无分 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本 荒草从深的清晨 到夜过的安稳 代替你陪着我的十年轮 谢谢月希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邓伦 下次请回舞台 他们两个人要向半决赛的 最后一个席位发起冲击 这个席位的人选 将会由我们现场的 301位观众来决定 请投票 红色代表安月希 支持邓伦的话 按黄色键 一起来看结果 新的联系往这边看 哎呦我天哪 来 来 往中间推 惊喜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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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今天正好是安月希的生日 是的 所以我们能不能请大家 一起上台 我们共同给安月希的现场 过一个生日呢 谢谢 我要祝我十八岁生日快乐 谢谢 今天是安月希的生日 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 她虽然不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也给月希送来了生日的祝福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叫丽颖 娘欣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 希望十八岁的你永远开心快乐 第二阵大声呢 就是听说我们家唐宝参加了跨界歌王 娘欣表示很期待唐宝的精彩演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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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要多多支持我们家唐宝 安月希哦 谢谢 谢谢骨头 谢谢大家 我觉得今年的生日特别特别有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的舞台 真的是一个幸福满满的舞台 虽然有很多比赛的赛制是很残酷的 但是残酷之外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内心是非常温暖的 音乐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力量 所以要再次把掌声送给八位跨界歌手 感谢他们今晚的演出 谢谢 又到了最后我们要宣布最终跳数的时间了 先来看一下各位的拉卡拉跨界手环的心跳指数 各位都还不错 看来对这个舞台越来越适应 所以心态上都非常非常的平稳 目前只有丽娜跳得会稍微快一点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最紧张的应该是安月希和邓伦 只有他们两人的成绩我们是不知道的 请小欧为我拿上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的 OPPO R11手机 谢谢小欧 到底安月希和邓伦的成绩会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看大屏幕 一起来看 现在呢成绩已经实时传送到了 我手中的OPPO R11手机里 他们两个人只差了酒票 安月希的成绩是 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 全新拍照手机OPPO R11提醒您 马上回来 跨界歌王第二季 由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 OPPO R11拍照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 全新拍照手机OPPO R11提醒您 精彩继续 跨界歌王由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的 OPPO R11拍照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安月希的成绩是 一百四十六票 邓伦的成绩是 一百五十五票 所以这一轮胜出的是 邓伦 恭喜邓伦 恭喜邓伦 获得了最后一张 晋级半决赛的资格 恭喜 同时我们要来宣布一下 今天我们的八位跨界歌手当中 票数最高的那一位 因为他是我们本场的跨界歌王的冠军 本期的冠军是 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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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谢娜 亦是国王 真的假的 真的 怎么办啊 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时刻是吗 因为我们要跟他PK 他一瞬间真的是眼泪多旷而出 这不能代表任何 因为我没有跟你PK 该哭的是二哥吧 还是给娜娜拍拍手 谢谢大家 那既然你是冠军 所以你要履行一下你冠军的职责 你要用你手上这个拉卡拉跨界手环 为我们刷出梦想基金的基础基金 开始 越多越好 因为都是你捐的 十八万 那娜娜今天你的得票是一百七十一票 一百七十一乘一千 对 你又为我们的这个基金池注入了十七万一 哇 太棒了 感谢娜娜为我们的拉卡拉全民梦想基金 增加了三十五万一 恭喜娜娜 谢谢 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扫描平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拉卡拉手环公众号 说出你的梦想 拉卡拉全民梦想基金 助你实现 每期筛选出来的梦想基金 捐助名单和金额 请登陆拉卡拉手环公众号查询 那在这儿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在网易